这个小女孩带着同学来到自家店里 让做厨师的爸爸露一手 因为同学都在传谣言 说咱家店里的饭不好吃 她特地跑到后厨叮嘱爸爸 要做米饭 大家都喜欢吃米饭 但爸爸说不行 咱这是正宗法餐 随后上了第一道菜 法师炖牛肉 第二道是肥格干布丁 看样子很精致 小孩弯了一勺 毛也微微一笑 等着他们大叫好吃 可没想到小孩却说 是不是东西坏了 至于第一道的牛肉也被评价 还不如街边的烤酥肉呢 说完几个人就要走 牙医子拦在前面 着急的让大家再等等 随即跑到后厨 求爸爸做几道之前在家里吃的那种 毛也说 那都是用剩下的食材做的 上不了台面 小牙医说 可那当便当带到学校时 大家都想吃 对于刚才的失败 毛也心中还有气 说不做 小牙医大吼 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爸爸是天下第一厨 谣言都是假的 此时妻子也说 虽然是剩下的食材 但却是用心给家人做的 所以会很好吃 在两人的劝说下 毛也答应再做一餐 第一道西红柿炒饭 第二道 巨无霸杏力蛋 一上来 孩子们都大吃一惊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杏力蛋 开吃后 小牙医围着问 味道如何 大家都说棒极了 原来把自己的让出来 让他也尝尝 他将杏力蛋和米饭拌到一起 味道更绝 他让小伙伴们也混在一起吃 这一次 没人再说难吃了 毛也看着孩子们吃得如此开心 他突然觉得 何必坚持所谓的正宗法师料理呢 饭要让客人吃得开心 才算成功 松祖同学们 小牙医收获了那句多谢款待 也收获了失去的友谊 夜里她来找奶奶 说自己终于知道少了果酱 什么东西会变多 是朋友们口中的多谢款待 奶奶笑着正要告诉她多谢款待的意思 突然一阵凶痛 奶奶倒下了 医生来后 也没有诊断出什么病症 只说要禁养 不要过度劳累 小牙医和弟弟跪在奶奶跟前 母亲让他们赶快去睡觉 奶奶只要不操劳 就会慢慢好的 小牙医记住了这句话 第二天早早起来 要替奶奶给母亲帮忙 来到学校也像变了个人一样 袁太说她今天不对劲 牙医子说 奶奶病了 自己要努力才行 放学她马不停蹄的回家 看母亲在收衣服 她说她帮忙蝶 蝶完后又要帮母亲擦蝶 母亲回头一看 这和不蝶有啥区别 此时小牙医又说蝶也擦完了 要去打水 母亲想拦她 一出门就滑了一脚 这蝶也没擦好 没出几分钟 小牙医就牵着弟弟说 小赵提水时摔倒了 母亲头疼不已 真是越帮越忙 小牙医还要给弟弟擦药 母亲一想还是算了 打发小牙医 去买点奶奶喜欢的点心 小牙医心忠忠地 拿着点心给奶奶 奶奶吃了一口说好吃 让小牙医和小赵 将剩下的吃了 小牙医不可置信地问 这可是你最喜欢的点心呀 奶奶说 自己睡得太久 已经饱了 小牙医这才结果 分给了弟弟一半 作为交换她问奶奶 有没有什么事 我们替你做 奶奶说 那你们试试帮我淹米糠酱菜 小牙医学着奶奶的模样 将菜撒盐揉匀 晾干后塞到酱缸里 第二天酱菜好了 可怎么吃味道都不对 这天早上 奶奶还是没吃饭 小牙医很担心 上学时 她把这事告诉了袁太 袁太问 你奶奶有没有啥特别想吃的 小牙医突然想到 奶奶说过要吃草莓 她跑到寺庙 问供奉草莓的人是谁 得到地址后 小牙医来到了一家草莓试验田 这里一直在吃种草莓 可已经过了季节 到底有没有漏菜 小牙医开始一个一个翻 终于让她找到了 有一桌上 有三个草莓没备菜 她拿着这三个草莓回家 但对她这个吃货来说 草莓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她坐在台阶上 拿出了一颗 好